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關波震 我是鄭文哲老師 決戰六月天 那當然今天呢 等一下我來跟他聊 今天要跟他分享的一些股票 大概是什麼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的部分 目前大盤上漲130點左右 那按照今天預估量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大漲反而量是縮的 反而量是縮的 你看昨天他五千多億 你看他今天反而是縮的 表示說其實大盤現在漲到目前為止 我應該這麼講好了 因為今天又回歸到電子股 因為昨天殺電子 今天又漲電子 所以難免會讓你有一點 讓精神錯亂 你昨天才在想說 慘了電子股跌了 把電子股殺光光 沒想到電子股又漲了而已 昨天真是殺錯了 我覺得不做股票的人 還不會得神經病 有時候常做股票的人 可能很容易得神經病 因為你會發到 這個股票市場 就有一個輪動 對不對 太跳通了 太快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這麼跟大家講好了 因為大盤已經到達一個 零層界點 通常來講 什麼樣的 我再問大家好了 你覺得有時候股票這樣暴漲暴跌 會出現在哪兩種情況 通常來講 股票會突然暴漲 又突然暴跌 最主要的話 如果出現在底部的話 聽清楚如果出現在底部的話 通常來講就是 醞釀要起漲 之前的最後清盤 細盤 所以有的阻力會故意往下灌壓 確定底部已經沒有符合 然後照單全收 然後往上拉 敦泰就是最好的例子 敦泰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看他故意把它灌破底 之後隔天再跳空收紅 有沒有看到 之後就一路上去 這就是一種非常標準 殺破重要支撐 然後立刻擊掌的一種模式 所以為什麼我在5月18號那天 會開始佈局敦泰 不是沒有我的道理的 因為你要看得懂 阻力在幹嘛 你要看得懂 阻力在幹嘛 好 這是一種模式 那還有一種模式呢 為什麼會突然間暴漲暴跌 震盪出貨 這你們就不懂了 震盪出貨 那為什麼震盪出貨會暴漲暴跌 打個比方 我昨天把一支股票突然間擊殺 一般的人 哎呀 常常的阻力在出貨了 然後隔天再擊他 哎呀 你看 就跟你講吧 昨天阻力是在洗盤吧 趕緊把他買回來 搞不好你隔天買回來 就買在高點 那當年這樣子的股票 最近蠻多的 我就不再去舉例 我只是要跟大家 陳述一個重點 就是說 為什麼我最近在這兩天 其實我老實告訴大家好了 我這兩天其實都正安賣方 到今天還在賣股票 到今天還在賣股票 你也不用去問說我賣什麼股票 就是說我到今天為止 我還是站在賣方的 那為什麼會站在賣方 最主要就在於說 我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接下來當大盤 進入盤整的時候 很多股票 我這麼講好了 最近很多股票都漲 對不對 都跌升反彈 但是我不曉得 他們發現到 很多股票 它的反彈幅度 其實是很小的 不是說每一檔 都像蹲他一樣 哇 你看 他一反彈 就直接挑戰全嘎了 這畢竟是少數 大家懂我意思嗎 有辦法進行這麼大幅度 V型反轉的股票 畢竟是少數 當然裡面有一些鋼鐵股 也是這麼走的 包括航運股 像陽明他們也是這麼走的 那為什麼有的股票 有辦法跌升反彈之後 突破前高 有些股票它卻沒辦法 突破前高 關鍵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想不透的話 來 麻煩你聽我講 就是說第一個 通常來講 市場的主力大戶 它為了營造一個 就是說這個類股 這個族群 它還是一個多頭的行情 所以它必須要動用 這個族群裡面的 重量級的股票 集中火力去拉抬 那集中火力去拉抬的重點 它不一定是為了 要拉這支股票而出 它有可能是要掩護 其他的股票出貨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所謂拉東出西的手法 那當然這種手法 當然節目上不方便講得太細 萬一被別人聽到也不好 我只是剛剛跟他講就是說 這種所謂拉東出西的手法 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 非常常見 可是一般的消散 一般的投資朋友 他其實不容易察覺 所以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看敦太漲 我可能去買一樣IC設計 但是也是有漲 但是偏偏就是漲的沒有那麼多 就會發生類似這種情形 所以當然 前一陣子像比如說 友達在漲的時候 你看到友達在大漲 也許去追群唱是對的 因為他們是一起漲 有沒有看到 但是不是說所有的面板 他們都有同時一起起漲 並不是 還是有一些少數部分的一些 做面板 它其實沒有什麼動的 所以說當然很多事情 會有所謂的排外 例外 因為畢竟現在台灣 做面板的加速也剩不多了 但是做面板的IC設計的卻很多 這個時候就會有所謂的 強跟弱的區隔 當然我今天要跟他聊的並不是說 我們今天要準備去買什麼做什麼 我今天是要跟他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為什麼我要賣股票 因為我在做的是一個新的準備 新的佈局 當然這個新的準備 新的佈局 不是說今天我這樣跟你講的 我們今天要開始買了 不是的 記不記得之前 你看 我忘記是哪一天送的 你看我當初送的這些股票裡面來講 你看金居連結 光照 通家 金鴻 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通家跟金鴻 還有光照 後面這三支股票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喔 你說光照有沒有大漲 有吧 你說通家有沒有大漲 有沒有 有吧 更不要說今天還在漲的金鴻 有沒有漲 有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先做好 萬全的準備的語言就在這裡 就是說第一個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我這麼講好了 四個八個裡面都是希望能夠幹嘛 買在別人不知道的起账點 打個比方 比如說你當初來拿我這份資料的時候 我不要說你一定會買到金鴻 好啦 假設你買到通家也好 你看喔 當初我資料分享給你的時候 通家大概是這個位置點 大概也是在5月 我記得是在5月20號左右送的資料 你看 那個時候通家大漲了沒有 還沒嘛 也許你那時候拿了我的資料 然後佈局之後 當下是沒有賺錢的 可是你現在把時間回去看 你會發現他說 我如果當初在62塊61塊這邊 知道要買通家的話 你看報到今天 最高股價來到多少 我們不一定說一定賣在最高點 你看至少四成的價差一定有 四成耶 也不過才幾天的時間 今天才6月幾號 對不對 那更不要說如果你今天 對不對 如果是我的會員 當然金鴻都有賺到 那如果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看我在5月20號送你這個資料的時候 請問一下那時候的金鴻在幹嘛 還在底部耶 還沒大漲耶 可是你看喔 我很早之前這份資料就送給你了 那當然你說連結不好嗎 也沒有不好啊 也是漲 但是那個力道就跟金鴻 跟通家就差很多 那更不要說金鴻 金鴻我是有帶會員進出的 那我們也賺了價差 大概賺了二十幾塊的價差 我不敢說我分享出去的股票 哇每一次都很強 哇每一次都是支支漲停板啊什麼的 這我不敢講 但是這就是我的一個風格 為什麼我要先這樣子跟他預告 因為我的理念就是這樣子嘛 我不求我們股票都買在最低 我們也不奢求一定都賣在最高 但是就是說如果這支股票它真的有行情的時候 你要不要賺 要不要把握 你要維持一個高勝率的績效 對不對 不是去追高殺低那個才能夠維持一個高勝率的績效啊 你只要能夠把握買在什麼起帳點 我相信你的盈利一定會特別特別的大 所以你看今天我要跟他聊的部分就在這裡 就是說第一我今天也沒有跟大家分享什麼股票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不想要每天那麼辛辛苦苦的 然後點著盤面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對不對 累死自己 你要做的就是什麼 把握一個波段 一些很多股票一些波段的起帳點 當然你說這兩天很多股票表現不錯 難道不能做做短線嗎 當然我不是說不行 反正現在很多人都關在家裡嘛對不對 不做股票要幹嘛盤中要幹嘛對不對 小孩子線上上課小孩子上他的課啊 大人玩自己的股票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說這都為什麼現在最近來講短線盛行 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啦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畢竟短線做得好了 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啦 那我還是要提醒你 就像我剛剛有跟他提到的 為什麼我要賣股票 因為我覺得大盤的臨界點很接近了 我再跟你講一遍 臨界點 臨界點不一定是反轉點 也不一定是追高點 但是我覺得我賣股票自然有我的道理在啦 自然有我的道理在啦 好 那當然今天還是有些股票表現是不錯的啦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啦 就說這邊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買過一些股票 其實它每天的波動不大 你要做價差也不好做 要做當衝也不好做 那怎麼辦呢 有些股票它的基本面就是很不錯啊 舉個例來講好了 舉個例來講 你看這叫茂達 茂達我也忘記什麼時候跟大家分享過 有這邊5月26號那天有分享過啦 那你想喔 茂達今天看起來是很強勢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把時間拉回到26號那天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最近的茂達哇 陷入一個焦軸的行情啊 一下子大漲 一下子大跌 一下子大漲 一下子大跌 哇 比坐魚需要飛車還刺激我講真的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它基本面還是不錯啊 那已經買了那怎麼辦 既然它短線的價差不是那麼好掌握 那可能就是有些股票就不需要考慮做一個什麼 短線懂我意思嗎 這是以短線的方式去賺取它的價差 這就是改變一個做法 那你看喔 那既然我們認同茂達的基本面嘛 那怎麼辦呢 先卡位嘛 對不對 找個好買點 先把它買起來 買起來 你看5月26號那天 我有通知會員整個茂達 站穩了這個12日移動平面線 那當然我們就是逢地佈局136到138 我覺得我這個點買得不漂亮啦 但是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有更低的點可以買 但是我沒有買 有沒有看到 這通知會員買進 那買完了之後呢 哇 之後整個茂達就開始 陷入一個非常窄幅的盤整 就在140到135這邊 喔 欺負病對不對 好累啊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只能考慮幹嘛 做一個小步段 打個比方 如果你有跟著我買茂達 你看今天茂達最高來多少 144嘛 那如果我們買在136的話 今天賣一張還賺不到1萬塊 也可以啊 多少錢還賺不賺嘛 就是這個概念嘛 大家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遇到一些股票 很多會員 或者是準備要加入會員的 都會問我同一個問題說 老師是天天都有辦法這樣子衝嗎 我說這我不敢保證 如果有哪個老師跟你保證 他天天可以做當衝 你可以去找他 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告訴你 就說如果我們當天運氣不錯 買了當天有賺 那當然我們當天會當衝 可是有時候買了不見得當天可以衝啊 你看以茂達來講 那天買136 收盤142 我有算過啦 就算把它衝掉賺得很少耶 賺幾百塊而已 不如不要賺 還不如留著搞不好隔天 有更好的價格可以賣 對不對 所以通常來講 遇到這樣子的股票 我的做法就是要不要做隔日衝 要不然就做一個小短線 這樣大家懂吧 大家記不記得我昨天把這個華遜出清 你看像華遜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些股票真的它的波動真的不大 但是它基本裡面就是好 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錯過 我們並沒有買在最低點 但是我知道這個股票它還是會漲 好吧 那既然想要來 還偷機不早嘛 本來想說錯當充 反正哪不好做 那幹嘛 做短線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26號那天帶領會員買進華遜 逢低階 我也不追高 然後6月2號昨天129 130全數出清 套利20塊 套利20塊 這是昨天出清有沒有看到 今天的華遜也還可以 也沒有大跌 昨天沒賣的人今天還是有機會賣得掉了 還是有 還是有機會賣得掉 大概是這種概念 所以我這邊就是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有些股票啊 就是說有些股票的股性 它並不像類似像敦泰這樣子 哇 每天這樣暴漲暴底 當然這種波動大的股票 加差當然好做啊 你看 不然我哪有辦法賺186塊的加差 就是因為它波動大 那有些股票它的波動不大 那怎麼辦呢 類似像金居好吧 能衝就衝 不能衝的話就賺加差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每隻股票的股性 主力的手法都不盡相同 你沒有辦法把每一隻股票 都當敦泰來做的 畢竟敦泰是少數中的少數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股票我會選擇拿來做隔日衝 或做當衝 就是說做一個短線的加差 原因就在這裡 還記不記得聯氧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聯氧 你看喔 當初也是在112 113進場的 買進 買了之後呢 我們也知道這個聯氧的波動本來就不大 但是基本面就是好啊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在整個的規劃上來講 你看這個聯氧的走法像不像茂達 很像喔 也很像金居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都面臨到前面的套牢壓力 所以當一支股票反韓的過程中 面臨到前面的套牢壓力的時候 遇到這種區間的震盪是很正常的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做價差啊 你看做個隔日衝 5月21號隔天121 122賣出 賺個10塊錢的價差 一張賺個1萬 兩張賺個2萬 包括之前也帶領過會員買進的這個 南電也是一樣 你看到南電8046 它的波動也不大 也是一樣 那怎麼辦呢 對啊 今天南電還不錯啦 不過我已經賣了就賣了 你看也是一樣 也是不大 那怎麼辦呢 做隔日衝嘛 你看311 315買進 逢低街 隔天1衝高330 333 做隔日衝賣掉18塊的價差 那你懂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說 做短線跟做當衝或者賺價差 它的概念看起來聽起來是很類似 但是在運作的手法上就是有點不同 就是會有點不同 因為第一個你要了解這支股票的股性 就像我剛剛有講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像敦泰一樣 你不能期待每一支股票都像敦泰說 哎呀 反正都IC設計都會複製像敦泰的模式 那沒有一定的 因為每個主力的手法 它的控盤方式都不盡相同 那怎麼去拿捏 當然這個分寸我自然會拿捏 大家不用多擔心 好 那等一下持續來跟他聊行情 就是說既然這邊我告訴大家了 大盤進入到一個臨界點 我也希望大家賣賣股票 我講真的 也許你會覺得我囉嗦 但是我要是提醒你好不好 有時候先見好就收吧 那等一下來跟他聊一下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大盤真的有機會 機會點在哪裡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下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陳偷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偷投付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陳偷投付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陳偷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偷投付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停水時記得關閉抽水碼 以免空轉 除水容器記得加鈣 但不要放超過三天喔 洗澡加快速度減少用量 妹妹 歡迎囉 洗澡水也可以再利用喔 要洗的東西盡量集中一次洗 飲用水記得煮備 注意衛生 喝多少就裝多少 珍惜每一滴水 養成節水習慣 我們一起 選多一點 用久一點 去年3月49號 8523大漲到13031 大盤漲了4508點 誰的功勞 富國神山台積電的功勞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那一天也剛好在低點 235.5 然後呢 在7月28號那一天 466.5 時間日期完全吻合 都在同一天 所以不可否認的 我們要謝謝台積電 為我們貢獻了4500多點的指數 之後台積電開始進入整理 大盤也進入整理 之後在9月25號大盤起漲 從12149又大漲到16238 到今年年初的最高點 又漲了4000點 還是誰的功勞呢 不好意思 還是他的功勞 9月25 你看那天台積電最低來到421 之後在1月21號來到679 時間跟日期幾乎都一模一樣 哇 你可以發現到 對不對 玩指數的 你知道玩台積電就夠了 對不對 好 可是呢 之後台積電就開始進入一個漫長的整理 可是大盤它只是稍微拉回整理完之後 又漲了2600多點 誰的功勞 船產的功勞 要謝謝中鋼 要謝謝友達 要謝謝航運股 航海王 要謝謝鋼鐵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很少人在跟你聊台積電 為什麼 因為它沒什麼動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在盤整 盤得快煩死了 但是這邊我要告訴大家 你的想法要改變了 你的想法要改變了 我覺得溫道有先後 樹葉有專攻 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說過一個重點 你去思考一個問題就好了 如果大盤15159是這一波的最低點 我們不管它後面到底會不會再回撤1515159嗎 我問大家好了 從15159到2萬點5千點的空間來講 你覺得誰有本事推指數 你記不記得有一天 我不曉得大家沒有印象 有一天航運股幾乎天天漲停板的時候 那一天大盤還是跌了 很奇怪對不對 航運股全部幾乎漲停板 但是大盤幾乎還跌了100點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你不能夠依賴傳產股全部大漲去推指數 大家懂這個概念嗎 可是你要知道萬一台積電跌停板 大盤至少300點不見了 你懂不懂 所以這邊我為什麼要跟它 重新喚醒大家的記憶就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 好 我這麼講好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電子股的信奉者 我不是說傳產不好 因為我現在準備的是未來有機會 引領大盤續工的這些產業 我打個比方 如果在你心裡面 你也篤定大盤會上2萬點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2萬點從現在到2萬點的空間 還有3千多點 還有3、4千點 這3、4千年的空間 一般的小股票 怎麼可能有辦法貢獻出來指數 當然我不是說叫你下去買台積電 我是要告訴大家 台積電 在低檔的時候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5月12號 那天爆出13萬1千多張的大量 如果說今天市場的人看稅他的那麼多 那這買10幾萬張的人怎麼樣 難道是智障嗎 他們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要在大盤 在這個大盤擊殺台積電破底的時候 勇於進去買台積電 為什麼 有時候要站在這些主力大戶的想法 當然你會說老師我知道他們是在搶盤台 因為台積電有漲 是啊 但是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 並不是說那一天買台積電的已經賺了多少 我是要告訴大家 台積電已經守穩了基線 所有的均線已經慢慢在醞釀一波新的漲勢 讓我反問你好了 如果今天你不買台積電 跟台積電相關的這些IC設計半導體 難道沒有機會嗎 我再換個說法好了 台積電如果一漲它引動的效應有多大 大家去回想一下去年 對不對 大盤漲4千多點 怎麼可能只漲一支台積電 跟台積電相關的所有的半導體元件 哪一支沒有大漲的 這個就是關鍵 那你懂嗎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我告訴大家 我在思考什麼 我在思考這個 有沒有看到 決戰六月天的潛力股 這份資料 我一樣會放在這個Light的群裡面 粉絲台上面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掃碼加入 你就可以拿到這份資料 接下來我所準備要進場所看好的股票 這就是這四檔股票 當然這是第一批 因為這個紙 一張紙可以放的股票太少了 我先選四檔 後面還有 好菜會一道一道的端上 給大家分享的 所以說你想要知道 到底這四支股票是哪四支的話 很簡單 你知道今天掃碼加入周老師的粉絲團 這份資料 就免費的分享給所有的投資朋友 好啦 那今天上午的直播 就先為大家進行到這些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你加入周老師的粉絲團 與我做線上的溝通 或者是也可以來電洽詢 最後也遇到我們所有的投資朋友 找到順利 我們下午見 自助角中 希望最終遇到 最終遇到 最終遇到 всё 無問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赋 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 5868 成都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骨 持骨其中 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